如果不经验,他早就不发朋友圈了 如果是骗子,他坚持不要这么讲 长期坚持下去,一定是靠谱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姐姐 他们有的只有勤奋跟努力 如果你刚好需要,他又刚好专业 别开打造朋友圈了 或者你就查一个见面的机会